第五十九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独挑大梁主持的金钟事后谢银轩 全程口条流利台风稳健 开场更带来了唱条表演 让网友大赞说以为在看红模仿 不愧是影后把主持人演得这么完美 另外天生歌基雅令以阿美族语献唱 高亢又温柔的嗓音被说是林复平演出 金曲歌王李久哲则是致敬世事引人 用疗愈歌声来缅怀他们 大荧幕上出现了已故金马影帝陈松永 惹哭了许多观众 报告主席 今天我绝对不会再讲任何一个英文单字 自嘲金钟得奖感谢错剧组 事后谢银轩独挑大梁主持金马 开场就带来唱跳表演 网友大赞有勇气唱现场超厉害 以为在看红模仿 而Tip入围最佳剧情片 咒影烟时更神还原经典画面 我不能再长下去了 再长下去 还没有看过电影的观众 就要被我破梗了 谢银轩全程流利口条控场得宜 主持处女秀大受好评 被说不愧是影后 连主持人都演得这么完美 而天生歌器阿练 以阿美族语献唱 高亢又温柔的嗓音 替典礼掀起高潮 金曲歌王李九折 更又细腻温暖的歌声 背后伴随着 世事引人画面 面怀致敬离世的电影工作者 最后大荧幕上出现 一顾金马影帝陈松勇 重现当年经典得奖感言 热哭全场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